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南极的基地 有一只可爱的小企鹅 它的名字叫做保罗 悄悄地寻找它的家人 听听什么声音 听听什么声音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气恶蛋都破掉了 因为地球暖化 气温越升越高 一边融化一边更冷 气恶爸妈回不了家 南极基地有个厨师 它发现可爱的小企鹅 大家一起来帮助它 通行协力 拯救企鹅蛋 通行协力 拯救企鹅蛋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天使姐姐小林老师 今天呢跟大家见面 要来分享一本好书 那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歌呢 是天使姐姐为这本书 所创作的主题曲 内容就在说明这本书的内容 那这本书的名称叫做 你好保罗 你好保罗 那保罗是谁啊 没错就是你所看到的这只小企鹅哦 那大家都知道企鹅它其实是一种不会飞的鸟类 对不对 那它呢 这只小企鹅就是一只 还没变成成鸟的幼鸟 那小企鹅看起来好立体哦 对不对 而且还围上了一个红色的尾巾 但是它看起来好像有点伤心耶 哀伤的样子 它在想什么呢 待会就听天使姐姐为大家介绍哦 好 那因为我们说它是一个立体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不是用画的 没错 这个连背景 连这个人物也好 角色也好 企鹅也好 通通啊 都是创作者一个一个做出来的 并且呢 它运用了很多的手法 电影拍摄的手法 来制作这本绘本哦 很神奇吧 它是一个大工程 而他帮我们创作这本书 这么有趣的书的这个作者呢 它是一个韩国人 叫做千物 千物 翻译这本书的人叫做 苏亦真 苏亦真老师 那为我们出版这本书的 出版社呢 是刚好股份有限公司 所出版的 那我们来看看呢 因为在南极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刚刚说 千物这位创作者呢 是用一个很像是电影拍摄的方式 来做创作的 您看啊 哎呀 这些每个东西都是用多媒材 创作出来的 比例呢 还有大小呢 都是有研究过 有特别设计过的 非常的逼真 非常的精细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拿 有这本书可以来去看的话 是就很像在享受看电影的感觉 所以天使姐姐啊 要邀请大家去找这本书来看 甚至是可以增长这本好书 那 哦 我们刚刚讲到在南极基地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有好多的工作人员 跟研究人员在那里 可是呢 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吃饭怎么办啊 没错 聪明的队员们就邀请了这个厨师 跟他们一起到南极基地来 那这个厨师呢 名字就叫做李妍 李妍呢 他每天都很开心的吹着口哨唱着歌 在煮饭 轻轻轻轻 吱吱吱吱吱吱吱 然后吐吐吐吐 这样子 啊 这一天啊 正在他做饭的时候 吹着口哨的时候 他似乎听到外面有翻垃圾的声音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于是他决定打开门去看看究竟 哎呦 这一打开门 就发现垃圾桶边有一只小小白白的企鹅 正在翻垃圾 他心想是不是他肚子饿了 于是李妍就把他给抱进了厨房 做了好吃的点心给小企鹅 还跟他聊天呢 当然小企鹅会讲话吗 不会的 所以呢李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保罗 所以从此之后呢保罗就跟李妍啊 他变成了好朋友 天天啊 腻在一起 可是啊 有一天晚上 保罗不见了 李妍呢很着急 找了他们基地的队员们一起去寻找 找着找着 他们拿起了望远镜去看 发现了保罗的蹤跡 但是一走近一看 哎呦 保罗原来是在收集很多的垃圾 盖成一间小房子 里面啊 保护了好多好多的小小企鹅蛋 但是 正在惊讶的同时 令他们更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眼神望到另外一边去 满地的雪地上 都是破掉的企鹅蛋 甚至他们像是听到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一样 大家太震惊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研究员说了 我知道原因 因为地球暖化造成的现象 当地球暖化气温不断的升高 以至于这个冰一直的融化 冰融化的过程当中 另外没融化的冰会变得更冷 而且海水会慢慢的结冻 以至于这些爸爸妈妈 这企鹅爸爸妈妈要出去海水里补 补食的时候 发现他要回来的时候 没办法回家 因为海水结冻 路程太遥远 他们根本回不了他们原本住的地方 于是满地的企鹅蛋 没有爸爸妈妈照顾 并且因为越来越寒冷 温度越来越低 导致这个鸡蛋没有办法承受 就破裂了 破裂的企鹅蛋就没有办法被孵化啦 那这只保罗就要去拯救他自己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他要拯救自己的弟弟妹妹啦 好那这些企鹅蛋他一个一个把它收集起来 放在这个用垃圾垃圾物品堆积的这个小房子 哇看了之后 大家听了之后非常非常的难过 于是大家决定要怎么样 要讨论开会对不对 要来做这个企鹅蛋的拯救计划 没错 当他们努力的拯救计划 讨论出来了之后呢 他们就要开始执行了 然而到底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 最后企鹅蛋都怎么了呢 就要留给大家来找书看一看 阅读一下了 哎呦呦呦呦呦 天使姐姐今天怎么分享一个这么哀伤 这么没有希望的绘本呢 不不不 天使姐要说的是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更要积极更有盼望更有希望的去尽一份心力 刚刚在书中啊他有说到地球暖化这个名词 地球暖化呢 呃渐渐的其实现在会被气候变迁这个词所取代 对地球的暖化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哦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在使用能源上面的方式 我们燃烧了化石的燃料 还有一些是我们在工业制造物品的过程当中 以及我们的交通工具运输的过程当中 会排放了许多许多的温室气体 当这些温室气体呢不断不断的呃被制造出来 然后进入到大气层之后 使得我们整个地球的温度就不断的上升 上升之后首先要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溶冰 那极地的地方南极极地这些呃冰冰如果融化了之后 它就会在海水的附近就会解冻 因为太冷了哦 溶冰了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没有溶冰的地方 它的温度就会更加的低 刚刚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就有说到 那这个就是会影响到这个企鹅的生存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要到海水里面去补补食 要去找食物回来给他的这个宝宝们吃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离开了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距离太遥远然后又解冻 所以呢这些企鹅蛋没有人照照顾了 然后因为更低更低的温度 使得这些企鹅蛋都破了 呃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报导 他说科学家说啊21世纪将会是北极熊灭绝的时刻 哇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很伤心哦 可是呢嗯最快面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物种 可是相对的来说我们人类也正面临着生存危机 你看看因为这个地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迁 这个变迁从哪里可以看得到 就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突然很热很热很热热到不行 对不对热到我们快不能承受了 另外就是我们的突然间的大暴雨 一下下好久那这样子大暴雨会打坏我们的农作物 我们的食物就会受到影响物价就会怎么样升高 那相对大暴雨来说是不是就会有严重的干旱 来我们去年是不是夏天的时候陷水 陷水方便吗非常的不方便 这个农作物一样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我们的生存其实就是一直都在都在接受着考验 对不对干旱还造成了很多的森林大火 那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所以呀所以呀 这本故事其实很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向是 我们要开始减醒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心力 好好的去从我们的生活层面去来保护地球 那怎样可以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呢 当然就是要节约用电用水啦 还有呢当我们的电用的不多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少的去燃烧我们的化石燃料 那再来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开始节育 不是说你不能有欲望 而是我们在欲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想一想需不需要买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其实我们用不到 或者是不是那么必要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先不要购买 当我们不要什么都有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不会过度的制造 然后呢我们在选择物品的时候 尽量要选择一些不是一次性就要丢掉的物品 嗯就是可以长期使用的 那或者是多次多次重复性使用的物品 是不是更好呢 那另外就是呢 我们也要开始就是 嗯有个习惯走路 还有我们骑脚踏车 来代替我们开车 还有就是骑机车的这个这个状况 另外就是如果呢我们可以搭大众交通工具 就不要开车啦 那这样都可以减少A氧化碳的排放 也会帮助我们的地球 不要那么快速的暖化 所以啊天使姐姐要邀请大家 虽然这个不可逆的状况 我们可能暂时无法改变什么 可是只要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来 啊思考这些问题 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小小的一点点 其实就能够帮助整个地球很多很多点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祝福大家未来都能够有良好的环境 一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